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Hey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26日,星期三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特別天氣提示 位於雷宋海峽的超強颱風 杜蘇蕊,將會繼續向西北移動 進入南海東北部 按照現時預測 它會在今日日間 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 天文台會在今日稍後發出 一號戒備訊號 今日大致天情有一兩陣驟雨 夜間極端好熱 市區最高氣溫約35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三個部地區有狂風雷暴 海有湧浪 吹輕微自和喚的不至西北風 是,今天的新聞 都大鑊的,真的大鑊的 那個交通意外 一死三昏迷 的士就炒落車底裡 的士司機當場 車位人亡 這件事死了 很恐怖 放火斬人案,大家姐和小妹妹 相繼死亡 好了,糟糕了 另外,無辜 港禽 被螺旋掌斬傷 的傷口極深 真是恐怖 恐怖的人類 另外,阮民安 煽動 用洗黑錢認罪 嘩,真的 不止的 還有很多宗 出去玩水 那些身亡的意外 真是 嚇死人 有網友說 哎呀,五仔,最近的新聞 很恐怖 哎呀,很負能量 這樣 不是的 由你出生之前 到我們身後 那個新聞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 什麼 屋邨 和他老公 感情和睦 這些不是新聞 新聞 就是告訴你 有什麼大鑊的事情 危險的事情 你要關注 你要小心 對了,新聞的本質 是這樣的 不要想一旁 真是大鑊的 911不大鑊嗎? 當然是大鑊才報的 那這次這個更大鑊 五千萬六合彩 大不大鑊? 中了就大鑊了 真的不用做了 2.5注中 每10元派2161萬 嘩,二千多萬 二千多萬都差不多退休了 如果給我的目標 是啊 你 放一些去基金 然後就 定期都已經不用做了 對嗎? 現在玩到 銀債有五厘息 定期有四厘息 嘩,真是發財了 先看看 頭掌一注獨中 捧走五千萬彩金 是吧? 但不行 要2.5注中 10元派2161萬 6130元 有沒有你的份? 1號、2號、10號 13、29、47 特別號碼是9 發財了發財了發財了 真是嚇死人 2獎都7.5注中 但是派71萬 不算多 試過派200多萬 3獎310.5注中 每注派4萬6千元 好過沒有 拿個彩 下次再玩過 錢的東西 開心的東西 就比較少 大獎的東西 多說一件開心的東西給我聽 為什麼是我呢? 9月10號馬桂開羅 那天我剛巧在日本 飛回來香港 好厲害 哈哈哈哈 玩到盡了 下午飛回來 下午開羅 跑馬 真是 發財了發財了 去到2024年7月14日殺科 9月10日開羅 唉真是 這些消息聽到都開心 兩個說些不開心的 兩個港男染猴鬥 其中一個人不是長居香港的 內地現病症 曾訪意大利和法國 玩得好 健康良好 32歲男子 潛伏期 曾有高風險接觸 如何高風險深入接觸 進了多少寸 其中一人非常居香港 曾訪意大利和法國 現在流遠 大家小心一點 對了 對了 真的 又說什麼 同性戀 那些會特別容易 一些禮物 這些專家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讀給你聽 是 另外呢 真是恐怖了 先說了那件 四姊妹 搶一間屋 又說賣樓又成成 不對 談到對 現在 剩下兩個 是吧 即是你本身四個分 現在剩下兩個 不知道那兩個是怎樣的 因為四個都危殆 現在死了兩個 大家姐先離世 七成皮膚燒傷 兩成都很難治 七成皮膚燒傷 昨晚 前晚 應該是新聞這樣彈出來 前晚就死亡了 大家姐拿刀斬人那個 然後就 著火 把衣服 扔掉了 然後就被人救了 那時候 在24日 晚上11點34分 中告不治 其餘三姊妹 當時留院 深切治療部 下不了口供 中刀的是三妹 手腳都燒傷 全身多處燒傷 46歲幼妹 就過身了 手背燒傷的53歲 二妹情況嚴重 這個反而 情況嚴重 沒有危胎那麼嚴重 嚴重也很嚴重 但危胎比較嚴重 看到最新消息 46歲 最小的妹妹 昨天下午 也死亡 四姊妹 死了兩個 糟糕了 昨天下午5時41分 過身 重案組人員 去沙鐵田威爾斯 親王醫院調查 至於中刀 手腳都燒傷 五十一歲 三妹仍然危胎 手背燒傷 二妹嚴重穩定 嘩 二妹似乎有機會 什麼 通常如果大家姐要翻桌 我以人性估計 通常都是二姐姐做頭 通常都是估計的 估計而已 不過這些事情 二姐姐穩定 穩定就沒事了 那就慘了 小妹妹死了 住在黃大仙區 生前和爸爸同住 爸爸早年過世 一直獨居 當時23日 下午3時 住在池樂村樂信樓 35樓的大家姐 和三名登門造訪的妹妹 原來是三個妹上門 商討買賣事宜 大家姐堅持要賣一層樓 但是三個妹不想賣一層樓 結果爆發馬箭 爭執期間 大家姐持刀 捅 51歲 第三妹的腰 中刀的妹 立刻搶刀祭子 混亂間整間屋都著火 發現兩處起火 火勢蔓延速度不尋常 懷疑有種火 放火加商人 真是恐怖 一場大火 將業力 這一輩子又清洗過 唉 何必呢 賣樓不賣樓 都是幾百萬 大家拆了一百幾十萬 一條命無價 我之前說過給你們 我說五仔給你們一億 要不要 要 一件事可以令你們一億也不要 為什麼 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如果給你們一億 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要不要 不要 沒命的錢 其實一百幾十萬算是什麼錢 為什麼要弄得姐妹相殘 相殺 真是很恐怖 這個新聞 貪真癡 貪起真念憤怒 就癡了 骨肉相殘 貪真癡 有了這則新聞 這是人間悲劇 先說說動物案 還未說到鯨魚 村民被大水牛撞飛 畫面嚇人 多次造成破壞令人心惶惶 這麼恐怖 西貢保護那些黃牛 但是這個 這個大水牛在哪裡 有個村民被大水牛撞飛 整個新聞都不寫地方 怎麼搞的 大水牛是哪裡來的 我全部都沒有說 可能東鮮西網有說也沒有 你們可以看東鮮西網 那些大水牛很大隻 是女人來的 莫太太受傷 她說去扔垃圾散步 那隻水牛攻擊她 你是不是穿了一件紅色衣服 她受訪的時候的衣服是有些紅色的 的確 牛對紅色的東西 真的不太喜歡 當然有人說 那個什麼鬥牛試的那片紅色衣服 因為她有很多血 也不想讓她看到什麼 不是的 不是的 牛本身是色蠻的 看到那件事 可能真的引起到她的情緒也不一定 因為我那時候去塔門 塔門有很多牛 你也知道我個人沒有什麼古怪的氣場 我可以告訴你們 反而很多那些香港人去野餐 那些牛去炒她的袋子 又趕著牛走 又拿東西搏她 那些牛又沒有跟她接觸 我當天穿了一件紅色衣服 我走到那些牛 拿一隻角撞開我 她不是很暴力 但她感覺到她不喜歡我 是啊 你不要穿得紅搏搏搏搏搏 但這次說的水牛群 是首次出現造成破壞 更加撞傷人 她說試過跌到河 要人救 試過撞壞汽車的擋風玻璃 又弄壞人的桌椅 村民建議絕育 和圈養水牛 令她和人和平共處 你說得和平共處四一字 是不是真的和平呢 正等於 現在西貢的官擎船 我告訴你 萬惡的人類 怎麼辦呢 這麼多船走過去 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 你上網看到的照片 是起碼圍著四五艘船 那一艘鎮魚被羅船長斬到身 你看到 那個傷痕深度 一定是人為所致的 你看到有一條特別深的 在旗上 海洋公園說安全狀況令人擔憂 我又看到海洋公園說令人擔憂 是不是想帶回海洋公園治養 也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你還說 這樣是海洋公園 不是啊 他走進來香港 你沒有理由趕他走 那些小朋友出去看鎮魚 他不是搐船吹的 是羅船長 看看我拍照 打卡 看到我看到他 厲害嗎 走的時候 掉頭 羅船長斬到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那些人是用羅船長的 復復復復復復 哇 斬到背部爛爛了 這樣感染 隨時死也不定 隨時死 就是說 唉 你不要運氣了 走進香港 不過走到哪裡都是這樣說的 走到泰國那些 未必出來看的 不知道 你就單飛來這裡 搞到這樣 那開洋公園 昨天就說 從市民提供的照片 看到他的背部 那些肯定是羅船長造成的傷痕 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团队正采取行动,确认鲸鱼品种和健康状况。 是的,看看怎么办,否则真的惨。 布士瓶,布士瓶平时吃沙甸鱼,青鱼,飞鱼,什么都吃。 有市民发现这条鲸鱼以陷阱进食方式来捕猎,即在水面将大口把大量水连同目标食物一同吞进口中。 其实你看到他捕食,观察得很近,看到那个可能斬伤他也不一定。 有什么好看?海当然有鱸鱼,当然有鲸鱼。 看新闻,看到那些人这样,有人说封案吧,不要让他们出去吧。 不要给的,他想做的事怎么会阻止得到呢? 昨天有一宗大新闻,撞死人了,告示打到车祸。 真可憐,一死四伤。 最小的小孩只有三岁,那个人反而没事,说他清醒了。 鞋子掉到的士外面,很小的鞋子。 三个大人全部昏违撞到,司机撞死了当场。 的士刷入吊臂车底, 的士刷入吊臂车,有个货架,的士的头就进去了。 当场被吊死的司机,司机完全是… 所以你说,没有一份工,手一不留神是会无命的。 你说这些怎么会撞死的呢? 有没有打死火灯那些?究竟是什么事呢? 司机不治,三人昏迷,昨天严重车祸。 晚上八点,同楼坏世贸中心对开告示打到西行线发生车祸。 一辆的士和一辆吊臂车相撞,其中一辆吊臂车, 一辆吊臂车,一辆吊臂车进去了。 的士挡风玻璃爆裂,吊臂车车尾,插入的士前座,车厢内有血迹。 你说这几恐怖。 现场消息指,的士有五人被救出,当中四人昏迷, 送去玛丽、律敦寺和洞区医院抢救。 60岁司机送到律敦寺医院, 9点13分证实死亡。 一个三岁女童,送院后清醒。 另外两名女子留意玛丽医院的情况严重, 其中一个是深切治疗部, 还有一个男人情况危怠, 估计应该坐车头。 应该坐车头。 后面两个大人,一个小女孩, 车头的人都危怠, 司机是当场死亡。 这件事多严重啊, 真是惨,惨得无论。 我乘过的士也有这些意外, 当然有啦, 我们上次回香港差点搞定了, 幸好那一餐吃齋, 我书是说的, 这些就是在斗功德的时候。 刚刚吃完齋, 那辆车本身要转到最左边的车, 走向最右线, 突然间甩尾铲进去, 就像我平时打那些车游戏。 一声, 我立即捉住顶, 其实那次很容易死, 那几件事, 失控撞又死, 后面有车铲过来又死, 过不了, 撞难, 撞拨也是死, 我爸爸也开车, 骂到的士司机真的差点生命都没有, 这些就是斗功德, 刚好吃, 吃火鍋就没了命了, 全家富贵了, 而且也试过, 乘搭车凌晨的时候, 趕飞机, 司机根本上, 还没睡醒, 唉, 真是, 睁着眼睛开车也有, 真是, 很危险的, 其实是私家车, 有些人就怕乘搭飞机, 飞机有多可乱, 车每天都有这些, 伤亡的意外, 那位大阪, 那位警察厅, 说这些车都开得很斯文, 在日本, 又让人过, 单日, 110宗受伤, 交通意外, 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 还是很多, 交通意外受伤人数, 110个, 一天里, 好像 112, 是啊, 你不要以为人家是斯斯文文, 世界上很多头文折, 大家斗功德, 吃齋, 回归回给死者, 回归给自己, 什么也好, 做多些好事, 不要经常想着, 就是贪神痴, 那就讲一下阮民安, 阮民安, 涉法嘲讽警员言论, 亦虚扣暴动少女捐款, 他认罪啊, 所以我经常都说, 你不要碰钱啊, 真的, 你碰钱, 你又实业, 买卖不重要, 你这些政治东西, 一碰钱, 不需要那么多人走路, 是吧, 很多知名人士, 没有碰钱那些, 在香港, 还在这些, 阴阴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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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有些人走到英国, 有些人走到日本, 不要碰钱啊, 喂大哥, 你这个问题, 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嘛, 这个就是一个逻辑, 但是很多人会被人, 就是崇荣, 我捐过一个几号, 就可以推翻什么什么, 你真是笨到没有人有, 你讲钱, 你救中国有钱吗? 你讲钱, 你救黄维基有钱吗? 你真的这些, 只能够被人利用, 真的, 有些事情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有些问题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E-Kiss成员阳文安, 利用社交账号发布煽动仇警, 和法官的贴文, 包括, 指殉职女督察林阳怡的死, 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哇, 这些真的不能说, 这些又以偏概全, 都不关事的, 意外和政治是无关的, 这些就硬执进去, 又诅咒被野猪咬伤, 警员细菌入血, 这些又是不关事, 竟然要这样说这些说话,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刚才那些是个人操守问题, 接着那个就是, 俄清为一名暴动案少女A小妹妹, 卖曲奇饼筹款, 但是这个A小妹妹, 是没有这个人, 我说是一个创作出来的虚购人物, 这个阮民安就透过她的小舅舅, 那个银行户口收捐款, 再把捐款过去阮民安的户口, 然后呢, 有入数资料, 有出数记录, 看到部分转入她自己的马会户口, 拿来赌马, 阮民安在昨天区域法院, 承认煽动和洗黑钱, 超过70万, 案件押后至8月11日判刑, 8月11日就知道她判多少了, 其实是很严重的, 阮民安我是认识的, 见过几次的, 但是她对人呢, 就没什么, 挺好厚的, 但是你说在这行, 当然有些问题了, 在那件事里, 就叫做咸鱼翻生, 但是其实你, 歌手从来都说实力, 说别人是否喜欢你, 他不是在这件事之前, 别人不喜欢他, 别人说, 蟑螂踩我不死, 踩我不死, 好了, 去到这件事之后, 翻生, 其实, 你说你, 歌手是靠实力, 各样, 你靠那些, 呃, 那些叫做什么, 呃,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那些, 就是说立场, 你立场我所以支持你, 等等, 搞到这样, 他就好像上了人, 觉得那里找到他的空间, 找到他的位置, 但是因为他本身, 其实底部都不一样的, 就是你在澳门欠钱, 被人押回来, 各样, 那现在看到的钱, 涉及了, 718,788.27, 就说了出来的, 在报纸上, 只是欠钱那里也不妙, 另外那些, 更加不应该说, 人家过身, 你不应该幸再乐和, 被人襲击那些, 不应该幸再乐和, 自己在上网上说话, 小心, 有这些案例给大家看到, 如果你也说, 要一意孤行地, 上网上胡说话, 帮不了你, 就提了你了, 另外在西贡, 西贡大洲的地方, 女子浮潜就失踪, 挺恐怖的, 昨天应该有暗流, 我估计, 因为将近来打风, 被人找得回, 你又幸好, 他幸好, 浮潜救了, 有两个在西贡玩水死了, 似乎昨天真的不太努力, 玩水上活动, 一个失踪, 但是找回, 这个幸好, 另外有两个男人死亡, 昨天下午12点, 有个中年男人, 在西贡沙堂口附近, 玩直立板, 预匿, 消防员到场, 把他送去消防轮, 再送去水警基地, 再由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院, 抢救后死亡, 另外有个58岁男人游船河, 预匿, 在场人士发现, 马上把他救上游艇, 送去东区院抢救, 也是死亡, 那你, 唉, 有些人说, 打风, 玩这些, 当然是什么, 都未是打风, 都未挂风球, 快来挂, 一号而已, 打不正就要出海, 打正八号的朋友就要跳下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生死有命, 他自己选择, 那你玩直立板那些, 其实我知道玩这些活动, 有些教练是标榜, 不懂游泳都可以, 还要撑到老链那么远, 一个岛, 撑到另一个岛, 老链那么远, 哇, 穿着救生衣, 你猜没事? 其实玩这些东西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说, 我不玩水, 我最恨玩水, 泳池我也不去, 是的, 我爸爸会觉得我这个太偏激, 虽然我爸爸是一个很偏激的人, 但是他会觉得我这个很偏激, 我是很偏激的, 我看到我的命, 我五行我是忌水, 我水多, 水冷金沉, 我这个是, 我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是的, 我水多吹一下水, 在网上找食, 就吃回我的命, 我为什么要跳下水呢? 我小时候玩水, 经常被人按我的头下水, 一来有阴影, 二来我知道人不是生存在水, 那昨天真的死得人多, 只是玩这个事情, 另外, 他说说原来在西贡余匿的男人, 是个好先生, 他本来想到今晚回家煮饭, 他太太都哭了, 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办, 老公死了, 他六点半回来煮饭, 真的没办法, 这是缘分, 你喜欢什么, 然后缘分怎么来怎么去, 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 有个十岁的女儿, 住在柴湾的, 置资物业, 做保安的, 其实也算不错了, 做保安竟然能买房子, 以前买房子, 你打份工肯工就有了, 任职保安的太太, 老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可能退休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 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去玩, 说他没有隐疾, 没有心脏病, 没有血压高, 是的, 他说是机械式, 规律运动, 因为担心健康问题, 每周都有上班, 但经常都有拉筋, 我刚好放假和朋友去玩, 里面的内文, 他怕死, 怕健康问题, 就是不怕水, 不怕水,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没办法的,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玩水, 水上活动很喜欢很喜欢, 这些很难说, 缘起性空, 你对那样东西产生缘分, 你就自然会去, 我们不玩这些东西, 我自己不玩, 你们自己想吧, 另外, 青衣有人吊颈, 昨天晚上10点9时, 货柜码头2号回旋处停一停, 对开, 有个男人在树上, 用电线拖板吊颈, 我这是第一次看的, 42岁很年轻, 死因有待验尸后确认, 电线拖板也可以, 九龙湾启业村女子堕楼身亡, 49岁的死者, 今早6点就跳楼, 在九龙湾, 每天都有这些轻生, 真的很难说, 纳摩尼陀佛, 珍惜生命, 刚才说的两个人都很年轻, 42、49, 那些人, 网友跟我说, 其实人可以活到120岁, 两个甲子, 你又说得对, 人的细胞端体是120岁, 他说, 大概120岁也是早死, 喂, 不是开玩笑, 你本身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习惯, 有些人养到, 我不知道信不信, 有些人说到四百多岁, 清朝那些, 不知道信不信, 但120岁是科学家认证的, 那个细胞端体的, 差不多是120年, 两个甲子, 那你人生当你12岁, 你才掀了四五岁, 是不是, 要不要这么快, 搞这些东西, 我今天又会说, 一条抗碎路, 说那些女孩子追求容颜, 待会说八卦的新闻, 是的, 那一条有很多东西, 那一条再告诉你, 先讲讲讲文, 土瓜环有街坊, 有些男人企图爆隔, 在门口里鬼鬼祟祟祟, 全栋楼, 试过按人家的钟, 安装人家的门, CCTV拍到的, 叫大家小心那个, 有些男人在这里, 想走来偷东西, 抢东西, 那就小心一点, 书展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值得玩, 劈价10元两本, 还是已经结束了, 24日, 二有不少书箱, 就开始减价了, 前两天, 好像结束了, 不是结束了,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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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展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行, 去书局, 真的看书的人, 就不是很行书展, 只有迫字, 当然有人说便宜, 走去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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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公仪的儿子, 袁梨昌, 昨天下午离开这个湾仔景总, 他说不接受访问, 不受访, 多谢大家, 免得多说错多, 之前在Facebook说完话, 转过头两天, 被人拘捕了, 还说什么, 说鬼了,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说其他新闻, 拜拜, 拜拜,